这样一个场景 刚才提到了 其实它主要是解决这种 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是 这种多容器 POD运行多容器 一般要解决两个问题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共享网络 和共享存储 刚才所指的这个共享存储 相信已经有所了解了 它主要呢是通过共享存储 主要是通过容器通过数据件的方式 共享数据 就是POD中的多个容器 它通过数据件一起共享了数据 然后每个容器里面的那个字幕录呢 都挂在这个共享存储里面 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相互的分享自己的一个数据了 共享网络 共享网络呢 它引入了一个叫 info container的一个容器 引入了叫一个info container的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是负责 POD的网络管理 然后我们自定义的容器 容器 会先创建 创建POD时 先创建 FootPOD网络呢 自定义的容器呢 都会加入到这个网络中 实现一个网络的共享 来我们这样来看一下 我们呢给大家演示一个事例 演示一个事例 然后呢我们再来简单说明一下 这两个的一个实现吧 通过一个事例 来我们 写一个压谋文件 我现在呢 我再定义一个POD 我直接呢单独创建一个POD 或者使用diplomant也可以啊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diplomant的 用于做一个 POD的一个测试 打开这个diplomant diplomant 好 打开它了 现在我在这里面呢 可以是运行是多个容器的 运行多个容器 一个NX 然后在这里面呢 然后再定一个容器 这个呢就叫Basebox 这个是一个工具工具的一个镜像 Basebox 比如这里呢是 BS吧 这个是web 容器名字区分一下 然后这个Basebox呢 还需要 还需要给他使用一个命令 给他夯住他 因为这个里面没有守护进程 启动之后呢 如果不夯住的话 直接退出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给他来个sleep 24小时吧 休眠一下给他 这样就夯住这个容器了 现在我这样起的是吧 我再加一个数据券 数据券 在 continus这里 volume name 比如这是一个日志吧 这个现在这个呢 后面呢 我们也会展开的给大家讲解 这里呢 我想把它实现 现在呢 我定一个 就像在下面的定一个 一个共享存储 我要在这里 我在这里呢 把这个共享存储 给挂在我容器中 然后这两个容器都挂 都挂在一个 挂在一个目录下 这样的话 他们之间数据呢 就能去相互读取到了 比如日志文件 引用下面的这个名字 将下面的共享存储 挂在哪呢 就是mount pass 挂在我的一个 比如data目录下吧 然后这个道理也一样 这个道理也一样 这个也挂在到了 这个 挂在到这个下面 比如这是 data目录下 好 也挂在这个下面 好 这是 定一个的一个存储 然后 将这两个容器中 的data目录 都挂在到这个存储下 为了更好区分呢 这个我 我随意设这个目录名吧 比如data2 这里就随意去写了 反正呢 那就是这两个目录呢 都会共享到这个目录里面 他们之间数据呢 都会被容器里面 其他程序都可以读取到 从这个目录里面 好 然后应用一下 名的我改一下 因为这个名的刚刚没改 改成一个 炮的测试吧 炮的测试 好 然后保存一下 应用一下 好 我们盖着炮了一下 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运行了 有三个容器是吧 这时呢 你会发现什么情况 你会发现 我们 ready这里 就会变成了二了 怎么会变成二了呢 就因为我们现在一个 pud中定义了两个容器 定义了有两个容器 一个是辅助容器 就是角色是辅助上的 使用一个basebox的镜像 一个工具容器 方便测试 另外呢 是一个anica的web容器 现在呢 就给大家验证一下 它这种 pud之间 关于刚才所指的 这两点的实现 怎么做到的 pud中容器 共享网络 和存储资源 这两块是怎么实现的 现在我们主要 验证一下它 现在都已经 正常的起来了 对吧 两个容器都起来了 现在我们 就要去 进入到这个容器里面 去验证 如何去进入呢 如何去进入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面对 去进入到这个容器终端 通过cuba control 一页的EC 加上pud的名字 后面-C 指定容器名 -bash 来进入到 这个容器终端中 比如说我进到 这个容器中 然后-C -C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 你要进入哪个容器 因为你现在 已经多容器了 而不是一个容器了 你要指定 进入哪个容器 所以刚才 我在里面的 内幕的命名呢 就是一个是web 一个是bs 所以现在我要进入 我要进入这个 web里面 先看一下 好 这就进入到 N-E的容器里面了 在这里面看一下 进到data目楼里面 是空的对吧 好 我这样 我再复制一下 到我另一个中端中 我进到这个bs里面 bs呢 就是basebox那个镜像呢 它没有bash的一个支持 是需要使用sh的 所以使用ss进去 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data目楼2 对吧 也是空的 也是空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验证 第一个就是共相 存储这里 现在 例如说 我现在将NGX 这次现在是一个NGX镜像 然后NGX的日资呢 如果说要写到 这个目楼下 就是data这个目楼下 就可以 被 另一个basebox这个容器呢 都给获取到 basebox这个容器 我写一个试试 比如是 erksize.log 看一下 这是写到本地了 对吧 我们在 在这里看一下 是不是发现就有了 所以它通过数据 数据院呢 将这种数据之间的 可以共享 可共享 可被辅助容器的 给读取到 这就是打破这种格里 通过数据院的一个共享 那么这个网络是怎么了 网络的它引入一个info 可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到这个 这个容器里面 对吧 在这里面呢 我们 你带个state的一下 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 这是哪个镜像了 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容器对吧 这个是bitbox这个镜像 bitbox 这是它分布的IP 这个呢 是web enict里面 enict里面呢 它 它命令呢 都比较简简单的 就没什么东西 看 都没 都没什么命令 因为它已经是 精简化的去 构建这个enict的镜像了 所以这里面呢 查看IP的 什么的都不能用 这个呢 是bitbox 用于我们测试的 在这里呢 你看到了 一个什么呢 你netstate 看到了 坚持的80档口 那我想问一下 各位同学 你想一下 你们之前 如果用过 bitbox那个镜像的话 就是这个镜像 你还有印象 里面有运行 任何服务吗 如果你没用过的话 刚才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bitbox 它是一个 系统的一个镜像 一个工具镜像里面没有任何的运行程序去夯路它 是不是就可以例为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实际上就是没有运行任何东西 你看一下镜像就知道了 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这个80段口又是哪来的呢 谁给它监听的呢 实际上这个80段口呢 是这个 这个监听的 是这个 power的进去 这个enict的监听的 enict 所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cual啊 这里面没有cual命 从wget可以测试一下 看一下 它访问的呢 就是enict的 由此可以得出 这个80段口呢 正是 正是enict的提供的 但是enict和它呢 又是 属于是两个容器里面 对不对 上面呢是 一个enict 下面呢是一个辅助容器 所以这个是enict 这个呢是一个basebox basebox 所以说本质上来说 它们的网络是隔离的 但是 现在它引入了一个东西 叫info container info container 就是在这里 又多了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 就叫info container 这个容器是干的 是负责网络的 在创建prod的时候呢 它先创建 它会先创建 它创建好之后 再让enict加入它进来 再让这个basebox 加入它进来 所以说 这里面的这些容器呢 都实现了一个容器 网络的一个共享 enict的basebox呢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网络 命名空间里面的 一个网络协议站 他们在里面看到的IP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个IP呢 都是配置到谁上面的 其实就是配置到 info container的 这个容器上面 像我刚才在 因为它共享它的 网络命名空间 从而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呢 就可以使用127.0.0.1 nginx Bitbox呢 就可以通过127.0.1 从而访问到我N1的这个页面 正常另外的12001是本机 它可以访问的吧 同一个网络协议站 它可以访问的对不对 现在这样它就可以访问 所以就实现了这么一个机制 那这个info container这里呢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 这是我们在这上面你看不到的 你get pod在这个k8s层面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是背后的一个实验机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找一个节点 你docker ps看一下 pod test的 在这里呢 你是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容器的 就叫是由这个镜像起的 叫pause 这个镜像呢 就是起那个info container 那个容器的镜像 这个镜像非常简单 里面就有一个 写了一个循环去夯住这个容器 它呢来维护这个网络命运空间 好让其他的pod中的容器 关联到这个容器中 实现网络命运空间的一个共享 网络命运空间的共享 所以这是当我们不管是部署单个容器 还是多个容器 它都会先给你创建一个这个容器 都会先创建一个叫info container的容器 然后再将你定义的容器 加入到这个网络中来 不管是一个还多个 都是先这么来的 这个容器呢 也是不对用户去开放的 是在背后工作的 好 这里呢 就是这个pod的一个存在的意义 它主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就是这种编车模式 应用比较多 像业务层面的话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这种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目前这个都运行多个容器呢 还是主要体验的这种编程模式 特别的是在容置之采液 用监控方面用的比较多